各位 这张图画完了 这张图 这叫古典图 去说明 说明 就是同期比较 那可是通常 太多条线 老板不知道怎么比 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方 建立 建立一个筛选的机制 那老板如果选要比较 两个年度 他就点点看就好了 好 来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点的是 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麻烦请勾 年度纪别二 可以吗 就是我希望老板到时候去选 选他要比哪两年 哪三年随便他去选 所以因为记不记得我们做那个互动式报表 所以这右边这个加叉分析筛选器 左边这个古典图 它可以互动 然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图 这个图我现在放大一点给各位看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图的大小 这个图的大小你觉得这样子的呈现方式合适吗 我觉得很不合适 因为这不是勾选 而且而且你你觉不觉得在整个这个视窗里面 然后你用这个滚轮的滑动 然后通常我们食指这样子在手机上面滑动 其实要控制在某某两年间某三年间 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不太适合的 好你可不可不可以针对这个滚轮式的操作 然后你透过滑鼠的操作 可是我觉得这样方式不太好 所以麻烦请有没有看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就是焦点模式 就是把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的焦点模式打开来 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有看到 年度纪别2 请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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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单 请改成清单的方式 请改成清单 好回到报表 可是请注意 这个是日期对不对 我不喜欢日期 我喜欢日期阶层 这个年度纪别2 就是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2012年1月1号 2012年1月2号 2012年1月3号 这就是年度纪别2 那请问你日期阶层是不是只剩下年 年完毕之后是不是记 然后这边是不是可以让老板去勾选 例如说点到2021 2021就只有季度1的资料 Ctrl接按住 点2020 再点2019